记者谢介于南投报道,违法船屋被起诉又一桩 日月台俗称船屋的四角调往服具原先是渔民捕捞的工具 采总量管制,总共有93艘,并与一般住家一样附有门牌号码 以利管理,损料,取得渔民为了转型观光休闲发展 所以与餐饮相关业者合作,提供食宿,脚踏船等水上活动 导致四角调往服具出现一栋比一栋还高,还豪华的建筑 外界随以船屋称之 由于严重冲击日月台生态,民国一百年间南投地检署 以司法会同行政力量整顿后,违规营业问题才或改善 怎料最近检方发现有死灰复燃之事,最指示警方积极展开监控搜证工作 起诉书指出,赖信等三名业者均曾因在日月台湖面利用渔阀 设置违法船屋窃占日月台水域国土而经法院判刑确定 却于103年至106年间将此色未取得水域主管机关许可之渔阀 违法增建厕所后,以揽生细绑重物投入坛底之方式定着渔阀面 在擅次变更于法治用途,近于106年间 利用脸书怪兽日月台水上船屋专业及日月台怪兽水上船屋网页 对外招揽顾客或招待亲友登船游戏过夜 从事钓鱼烤肉民宿等营利商业观光行为 以此方式窃占日月台水域国有土地面积总计约432平方公尺 全岸经登船执行搜索,潜水勘验余罚,定着方式及丈量船屋等调查 确认涉案是证明确后,检方依窃占罪嫌将赖嫌三人提起公诉 并呼吁民众物因一起私利而损及公众利益以免受罚得不偿失